hello 欢迎学习爬升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什么叫做json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python实际代码当中我们如何去操作这个json 那么我们再跟大家讲这个如何操作这个json的时候 我们又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啊 将这个python它的那个对象把它给转换成那个json字符章 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的话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就是如何将一个json字符章把它给load成那个python对象 对吧就像是一个两个相反的一个人的过程啊 他们会直接互相这种转换互相转换啊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主要是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就这个啊python对象把它给转换成那个json字符章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话啊 呃就不去看这个叫呢 我们就直接上这个代码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ython 这里方我新建好的一个项目就是json demo啊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medi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那么我们要在python当中就操作那个json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介绍到这个啊 模块这个python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这样的模块啊 就是json啊 就是json模块啊 非常简单的吧 就是json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将那个啊python对象对象啊 对象啊 对象转换 转换为那个什么呢 转换了那个json字符章 对吧 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啊python对象啊 就是persons prsons啊 等一个这样的列表对吧 然后这个列表当中的话有一些这样的值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值的话是一个这样的啊 一个这样的字顶 因为python每一个person的话它是有很多属性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字顶的方式来表示这些属性啊 好 那么第一个的话是个use table啊 use table是这个啊 比如说是那个资料 类资料啊 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那个age啊 比如说是18岁 对吧 第三个的话是那个啊 比如说给个country啊 so you and dry啊 我讲对吧 穿的 so you and dry啊 好 那么第三下面再一个啊 是那个use table是等于这个啊 哈喽啊 哈喽 然后下面一个是那个age是那个什么呢 20岁啊 然后这个地方再给个那个country so you and dry啊 是那个啊 穿的啊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要将这一个列表以及这个里面对应的这个字点 把它给转化了那个json字符上 好吧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要使用的这个json下面的一个函数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dump死函数啊 json.dump死函数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persons这个呃列表传给这个dump死这个函数 他就可以把这个par把这个呃字点以及把这个列表当中的这些字点 这些东西把它给转化成一个json字符上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呢来接收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那个json sd json sd 的话代表的是json字符上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他的那个数据类型是json sd 对吧 接下来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那个长生面子啊 json sd 好 孔真加斯坊 孔真加孔真加加了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json字符上 他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sdr一个字符上的类型啊 对对第二个的话就是他被转换的那个json后的那个格式对吧 我们可以注意到哈之前我们的这个u step的话 我我们这个呃字符上哈 他是使用的是单一号啊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他是不是把它给转换成了这个双一号啊 对对啊 那么这种转换的话这种转变哈 他就说明是已经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换成那个json字符上了 对对 那么我们啊就说如果你想要去验证一下这个json字符上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json字符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东西孔的叫c 然后拿到我们的上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的这个网站啊 就json点星 然后扔到这个里面来孔的叫v 这样的话他如果这边能够进行正常的解析 说明你这个json字符上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解析啊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个dumps这个行数 真正的可以将这个东西把它给把它给变成一个这样的 呃把他给变成一个这样的那个json字符上啊 对对好那么这个叫做dumps上说啊 叫做dumps上说啊 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对吧 就是我们在操作json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简单 我们python的话给我们类似了非常好用的一些这样的第三方库啊 不是第三方库啊非常好用的一些这样的库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呃将一个数据啊把它给转换成那个json字符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第二个啊再来看下第二个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 我如何将这个json这个字符上把它给存储到这个文件当中 当然你如果存储到文件当中的话 有非常多 有有有有好 非常简单的方式好 呃 比如说我现在就直接我椅子open对吧 比如说一个叫做prs.json的一个人的文件啊 然而是以这个写的方式打开 然后s什么呢 s这个fb啊 啊好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json啊 我们这个json这个模块的话 他又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就是蛋谱方法 这个蛋谱方法的话 他是直接可以将这个数据把它给输出 把它给输出到那个文件当中 好吧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 就可以这样做 就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啊 上面这行代码我们就可以不用了啊 这样代码我们也不用了啊 然后就是json点什么的蛋谱 注意哈 这个地方你写个蛋谱的话 是不是有两个函数 第一个蛋不死这个函数 是我们之前跟他讲过的 他是直接只将一个那个字符上 把它给转化 直接将一个python对象 把它给转化成json字符上对不对 那么下面这个蛋谱的话 可以看到他需要传递几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啊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fp 就是一个文件指针 文件指针的话就是你传递这个文件指针 他以后的话就直接可以将这个转换后 就转换后的那个数据把它给直接存注到那个文件当中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把这个persons写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fp写进去 这的话他就直接可以将这个persons 这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这个对象 把它给直接dump生json 然后存注到这个fp这个文件啊 这个指针所指线的这个文件 好吧 可不得加怎样 可不得加来一下 这的话他也是生存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给伤掉再来一下啊 好 来走一下 哎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对吧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dump 以及这个dump 他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区别啊 一个这样的区别 好吧 好 那么这里话还要跟再跟大家讲一点啊 还要再跟大家讲一点 加点什么呢 比如说这地方我uslame等于一个中文的字符上啊 等于一个中文的字符上 比如说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张三啊 张三 然后这地方是那个李四对吧 啊李四啊 可能加 李赛也可以啊 可能加什么呢 可能加上一下好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数据已经被写到我们这个pass 你这一家person的权子那个文件当中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哎 这地方的话 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unicode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啊 对 它并不能够保存那个中文的那个字符上 为什么不能呢啊 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这个json的dump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把这个ask 马法给关掉哈 一个叫做insure ask 马 你如果他这个东西的话默认识等于处默认识等于处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他在转换这个json的时候啊转换这个json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那个啊 他会把所有的那个字符把它给转破着那个阿斯克马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啊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那个unicode的那么的话他就将你的这个中文把它给转破成一个unicode的一个这样的字符把它给存入进去啊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by四周期的就行他会就他就会将你的这个呃东西转化成一个比如说用udf干吧的形式进行编码 然后的话再存入进去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啊把它给光掉这种特性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给他置于force啊 给他置于force好 那么我们再来走一下啊好走完以后接下来再回到这地方哎 这地方的话他又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乱码了啊一个道路呢 乱码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给他指定这个什么的文件的编码啊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指定这个文件的编码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给他指定这个文件的编码是那个 是这个udf干吧的形式 好吧 好再来走一下再回到这边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中文就能够存储到这个json文件当中了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存储中文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点要做的就是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就给他指定这个编码是那个utf干吧或者是那个jpk的形式好吧 然后第二点的话啊就是你在 淡补这个json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这个呃 英书啊 阿斯克马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 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的话 他在淡补这个json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中文把它给转合成那个unicode他的那个编码的那个英文字符啊 好了好了这个的话要把它给关掉啊要记得要把它给关掉啊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加上当中也跟大家讲到的啊也跟大家讲到的啊也就是在这里啊 哎把要关掉这个东西好吧 然后在还这个地方还要送你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python当中哈 只有基本的数据类型才能够转换成那个json格式的字符上啊 也及那个什么呢 印的类型flow的类型sdr就是那个啊 字符上类型以及list以及字顶还有那个圆组类型 只有这些类型的话才能够被转合成才能够被被转合成那个json字符上啊 其他类型的话是不允许的好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定一个类啊 叫做person啊 然后我记得这个object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定一个我随便写一个啊 别说叫做sdln tln country啊 是等于这个啊穿的随便是rna对吧 好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地方哈 呃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写是吧 呃 这个地方的话我就用一个新稿吧 一个新稿我就先把呃放到上面了吧 好这个地方来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再来写一个 比如说叫做呃一个a啊随便给个啊 然后叫做 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字符就是parser啊 然后把这个啊什么呢 用一个parser这个类去穿着一个这种对象翻到里面来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弹谱一下啊 jason的弹谱斯 弹谱斯的话 加它和s 说明它是不能够重组到文件当中的 那么加了弹谱那个东西啊 是可以重组到文件当中的 好吧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弹谱斯啊 然后把这个a显进去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将这个a这个东 这个这个字典把它给弹谱成jason好吧 可能加了一下 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它是被报的一个错案 他说这个parser这个类啊不是一个可以被jason 序列化的啊 说的话大家以后再转换成jason的时候啊 你这些自定义的这些类啊 以及一些其他类啊 不是非不是非基本数据类型的啊 就是说不是这种非基本数据类型的话 你就首先先把它给转换成这种基本数据类型 才能够进行转换 明白是吧 才能够进行转换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本期课要跟大家讲到所有的内容啊 就是关于怎么这样一个东西把它给弹谱成那个jason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